你 慕兄君 你不要激动 再怎么说 你们也是兄弟 只要和大哥好好讲 二哥死了 他竟然都无动于衷 大哥变了 变得太让我失望了 他竟然一心效忠天皇 只要他去吧 这个仇 我一定要报 那你到底要怎么办 反正我已经知道凶手的长相 就算把整个青城翻一遍 我也要找到他 这个失败 确实是我太轻敌了 但这样的失误 我不会再犯第二次 可是你已经被革职了 我也要被调走了 这些都不重要 我说过 我不会让你离开我 等傍晚成五 我们一起回日本 我说过 不管你想要做什么 我都会帮你的 那接下来 你想怎么办 只要是人 他就会有弱点 有弱点 我就会摧毁他 重庆来的 重庆来的 下奖令 这种事他们倒是挺快的呀 好不容易除掉了吴敏 你怎么并不高兴啊 你注意最近的报纸了吗 看了呀 全都登了吴敏被杀的消息 你有没有看到 又有多少城市在陷落 又有多少军队 被迫撤出自己的房区 我们杀一个吴敏 只能写一时一地之忧 可是不把小日本彻底赶出中国 会有更多的吴敏出现 说得也对 但是吴敏被杀 至少对那些汉奸叛徒来说 是一个很好的警告 要不然你看看 你们商会的那些人 整天都在那拔劫日本人 这吴敏一死 我看他们一个个都该老实了 她的事 连着极也没合 working 现在是要一口气都不会 回来呀 真是难为孩子们了 感情这无敏是个汉奸哪 这总算让人给办了 这真是苍天有眼哪 您是说我们在华西营 见过的那个无特派员 你 你 你说 这这这谁能想得到啊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难怪后来负责护送的队伍 都被围歼了 这家伙可藏得真够深的 爹 能给我看看吗 看来你是越玩越大了 不行 我得去帮忙 你说什么 没什么 我去练枪了 等等 你们俩 在 照旧 是 是 走吧 小姐 小姐 我错了 哎呀 你跟大老爷们抖 什么抖啊 你这样抖我怎么练枪啊 站稳了 把眼睛闭住啊 丫头 你能不能别这么胡闹你 你爹 你不让我出去也就算了 怎么这事也拐啊 我不练枪 我怎么打小鬼子呢 打鬼子 那活着就不错了 那我不练也行 好 你让我去趟青城吧 青城 那是人呆的地方啊 你没看看这几天死了多少人呢 你赶紧给我断了这个念头 可不能胡闹 嗯 那可就别怪我了 我说铁头 这些天 你天天跟着团长女儿 你小子艳福不浅哪 比我这看大门的强多了 这也叫艳福不浅啊 那就是提着脑袋当靶子 万一要是打偏了 碰 我的小明就没了 你要愿意去 回头你去 哎 你这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哎 我去上个厕所 你看着点儿 嗯 你去 站住 干什么呢 干什么呢 谁 哎 小姐 让开 我要出去 这 这 这可不行 团长有令 无论如何不能让你出去 你 别为难我 好吧 既然你不让我出去 那你以后 就只能天天陪着我练枪 不过 我得告诉你 我今天这个枪法 真属实巧合 乖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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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东西都放好了 已经全部安排妥当 一定不能被敌人发现 请大佐放心 没有人会想到我们把东西 藏在那种地方 嗯 嗯 不会吧 他们是 难道真的是他 哎呀 你干嘛呢你 哎呀 哎呀 你还以为你是黄邪君的大队长啊 嗯 还跟着作为作福呢 你过来 你给我大把手 哎呀哎呀 轻点 轻轻点 你给我过来 一天到的什么呢 撞了邪了还是撞了鬼了 一定是他 我认识他 美然 我今天撞见一个人 呦 丁队长 我这还见了鬼了我 我是说真的 我撞见 截我们仓库的拔路 他来青城了 他来青城了 那咱得赶紧逃啊 快我下 你干什么呀 你干什么呀 快点 逃什么逃 逃什么逃 我好不容易咱这混了口饭吃 我逃哪啊 这百家娘们 丁离 马三爷让你去一趟 哎 我至于去 去了啊 嗯 请你回去转告五人大佐 东西放我这儿 就等于放到了保险柜 只要有我马三爷在 就请大佐把心放在肚子里 那就拜托了 不送 好 最快的 是 是 不送命的 我 是 好小子 本以为上一次羞辱了你之后 你会跑单方 不会 三爷对我恩重如深 我怎么能背叛您的 知道就好 还算你小子有点眼力气 你要跟在我身边 这边也是个窝囊废 我说 你知道在江边 咱们有个锦帆堂吗 知道 是个码头 废话 可不就是个码头吗 正好那边缺点人手 你就到那边去吧 允许三爷 回来 我可告诉你啊 你要是连这个看家护院的差事 都干不好 就趁早给我滚蛋 谢三爷 谢三爷 我吗 就是 马三爷让我来的 看啥看 干活去 我干啥活 扫地去 心神太甚了 就算打进去命 扫地要翻身 就算打进去命 就算打进去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说你这个臭小子老子不是让你去了锦帆堂 你怎么还在这儿 三爷 我已经去过了 我想 我想给您介绍一位朋友 什么 你再说一遍 我没听清楚 我想给您介绍一位朋友 就你 你配吗 弟兄们 送客啊 知道我是谁了吗 武雄少佐 我是谁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现在是丁先生的好朋友 丁林 你个吃里怕外的东西 少佐 我跟武人 我也 如果你想留下最后一只生命 你就永远不要在我面前提我大哥 好 待会儿我从这儿出去 把今天的事情全部给我忘掉 从现在开始 丁先生是你最好的朋友 你要重用他提拔他 直到他成为你最得力的接班人 他 就算我同意 帮众们也不会服 正因为这样 所以你才活着 另外别怪我没有提醒你 今天的事情如果有丁点飘在我大哥的耳朵里 那你以后就在棺材里生活 听明白了吗 明白 丁先生 我该做的都已经做了 接下来 就靠你了 有了秦龙邦的帮助 明朝的人很快就会出现的 咱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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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 三爷 三爷 若安姐 小女哥 咱们这次任务完成了 后面别干什么呀 五熊啊 这下是把我们认出来 短时间内 我们都能够轻易活动 否则的话 会连累五弟 咱们老在这儿待着也太闷了 既然城市待不了 咱回去找团长去吧 别问我呀 领导在哪儿 我会问一下上级领导 看看他们下一步的安排 杜轩姐 你还有领导啊 团长都有政委呢 我怎么没有上级啊 谁呀 在哪儿呢 这是你该问的吗 记住 大家以后都注意 要遵守记录 不该问的 不要问 其实 我也没见过他 直接通过电台联系 我只知道 他的代号叫火凤 杜鹃 火凤 上面的人 怎么这么喜欢鸟啊 你什么时候才能学会 别这么拼 你们都在呀 伯母 伯母 这两天出不去 闷坏了吧 今天亲自下厨 给你们做了几样菜 犒劳犒劳你们 谢谢伯母 谢谢伯母 少君 来 过来 少君 这次任务完成以后 还有什么打算 我们有纪律啊 娘 这个 您就别问了 跟娘还说什么纪律 好吧好吧 不问你了 你和土鹃 到底打算怎么办 我和土鹃呢 什么怎么办的事 你以为娘看不出来啊 哎呀 娘 您就 您就别瞎说了 这土鹃本来脾气就不好 我每天都提心吊胆的 这话要让她听见 她肯定得要批评我 好好好 我不说了 不说了 不过 这种事情 就得快 这么好的机会 您不是不说了吗 好好好 ен调话 我男的 反正你也听到 我男的 你也听那 不是 你为什么不把田路的事情告诉我们 不是说过了吗 我只是救了田路的命 除此以外 什么是浪漫 剩下的事是他的事 那你既然不喜欢了 你就以为把这件事情说清楚了 你很伤人啊 我的态度很明显啊 我以后尽而远之就是了 看你打鬼子上天下天 没想到对方简直是一口气 你接来怎么安排 我这次任务完成之后 应该回延安了吧 为什么 你不跟我去找姜团长吗 我们这批学院是中央统一安排的 我不想让你走 你凭什么不想让我走啊 别忘了当初去苏联 还是你帮我争取的呢 我要知道 我有可能见不到你 而且连信都不让写 我肯定不会为你争取的 你要不跟我回去找姜团长 那 我跟你一块儿去呢 你去 我喜欢你 我心里只有你 你怎么不早说啊 什么 什么 那我 我 我现在说晚了吗 马马虎虎吧 马马虎虎是什么意思 好 今天的月亮好圆哪 那是幸福啊 三爷 叫丁爷 丁爷 丁爷 三爷 那我就不客气了 打今儿开始 这个堂口可是我的了 你管了 不过 我可告诉你 在青城县 我众多的堂口当中 这个堂口可是最重要的 那是 不重要我还不要呢 不送 不送 怎么 还不愧着丁你 丁爷 你 你这是 比我当对手如何 好吗 那可真是强太多了 到底是我男人 真是厉害 小金刚 你怎么还喝点茶来了呀 下面到底干什么 你倒是说呀 我说了吗 听灵的 约点街头的时间差不多了 那我也去 少爷 外面有人找 谁 谢谢 你好了 我就知道你在这儿 你怎么来了 你不来找我我只能来找你的呀 好 你 你 你在三十九团待得好好的 你来这里干什么 我早就想出来找你了 只是我爹把我给关起来了 知道无名死的消息 我才肯定你回了青城 就赶过来找你了 杜姐姐 你也在 这下太好了 这下咱们又可以在一起了 你又是偷着跑出来的 怎么他也不知道 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呢 你有什么事吗 谁叫我有急事要找你呢 有什么急事 我要嫁给你 时间差不多了 我先走了 你先喝点东西 我去问点事 你干吗去 你去哪儿啊 这位姑娘 你和我们家少君到底怎么回事 跟我们说说吧 您是 我是少君的母亲 她是少君的父亲 伯母好 伯父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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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俊 您听我说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还不明显吗 你骗我 我为什么要骗你 我没有骗你 我一个人上去就行了 吴俊认识我们所有的人 你要小心 我有你提醒我 谢谢我经理上司机 我来看一个 们两个儿 您先来看一个 好 想看一个 来 慢走啊 来 来 来 慢走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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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跳车 竹井哥 杜璋姐呢 赶紧上去了 你保护好东西 哦 哪儿打枪啊 哪儿打枪啊 好 别吓人了 快打 打 猴子 猴子 来 猴子 少许鹅 快走 日本人来了 来 谁没打人 谁没打人 这有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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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看到谁啊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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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去 让开 赶紧走吧 别让大哥发现了 你说那个姓丁的可靠吗 他知道 如果不好好合作 他会死得很惨 开车 事情原来是这样 我还以为 那我就放心了 原来是一场误会 那就没事了 误会 这怎么能是误会呢 我是真心喜欢少俊哥 想要嫁给他的 姑娘 你真心感谢我们少俊的救命之恩 这个心情我可以理解 但是谈婚论家是大事 可不能儿戏 没有儿戏啊 就是因为是大事 所以我才特地赶过来的嘛 你倒说个话呀 你可不可以 姑娘 你到我们这儿来 田团长知道吗 大叔 马上跟田团长联系 让他派人来把姑娘接回去 好 不行 不能通知我爹 我不回去 这件事情是我认真考虑以后 才做决定的 我才来 怎么这么走呢 你喝茶 喝喝 坐吧 坐下吧 坐下吧 怎么回事啊 杜轩呢 快 这儿带不了了 小鬼子马上就上门了 大叔 来 快 来 小心 小青哥 猴子 猴子 你醒醒啊 猴子 你醒醒啊 少爷 先救了人要紧 赶紧找个大夫来帮忙 我一个人做不了这个 快去啊 小金哥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该说对不起的是我 我刚才不应该那样 你别往心里去 这事也不愿意 怨我 大叔 我来帮忙 胖子 你先出去把门带上 放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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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走了 你往后悔的 你给我把门带下来 来吧 快快把门带下来 好 快把门带你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姐 日本人已经答复走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侯太太抢救 发生了什么事我也不太清楚 杜小姐呢 怎么会这样呢 燕王 报告 成都发生枪杀案 枪杀 又是枪杀案 人找到了吗 樱花公关已经派人过去了 正在调查中 我刚和军部拍了雄谱 怎么又发生这种事情 此事一定要严格保密 跟我走一趟 还有 让淳子和五雄也一起来吧 可是他们 他们已经失踪好几天了 失踪了 去找啊 已经吩咐下去了 只是暂时没有消息 打死你 混蛋 全程搜索 会 你不是 这个军兵来了 这是人 真的 不是 乒乓者 做什么 受 supported quick 感 indung 曾 子 他家进去 眼前露 人没事就好 小军哥 我知道你想要做什么 去吧 这里有我呢 我也去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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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坦哪 哎呀 自从拔路结了库房 咱这日子还真没有这么舒坦啊 你呀 现在可比以前神气多了 那是我是谁 老五 我 来了 人 找到了 要不是你的情报 我们也不会这么快就得手 怎么是个女的 我以为是个男的 我要是把那男的杀了 就太简单了 我要让他尝尝失去亲人的滋味 这只是刚刚开始 是 高 高 别废话 我问你 这个女的能不能帮我藏起来 找我们 那是找对人了 我们这儿的密室非常隐秘 就连你大哥的犯人 也在我们这儿关押呢 跟你说多少遍 不要提我大哥听到没有 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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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说不好说 来人 快带二位贵客 去我们的密室 是 来 请 来 请 来 请 请 我说 听这意思 这日本人是要窝里兜啊 会不会连累到咱们 不会 兜 兜得越凶越好 他们斗得越凶 咱们就越能鱼翁得利 丁爷现在有了日本人做靠山 那咱们青龙帮 以后在青城里就得横着走啊 必须的 丁爷 丁爷 唯武 好 嘘 嘘 嘘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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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是让鬼子都抓走了 我给你帮我 我都能够订阅 军火将军 他们说啥玩意儿呢 这不是日军的行道 不是 是 谁让你们这么干呢 快把他放下来 是